來自江綺市議員消息 江綺市小鳳叫日前暗時 合佈林松棟路有人受傷 日前派遣第二大堆 東區分隊的救護車全都救完 江綺市東區小鳳分隊報告現場 經濟臨性犯假表示 他受告在江綺市林松棟路 沒有一件事就沒有旁邊掛湊 但天色昏暗 沒有水到有一條電線 一直到溫暖時 才發現被電擊 救林安平戸 犯假意識清澈 馬上將犯假送往便宜做厚殖治療 江綺市小鳳叫好民眾 如果遇到神秘有人被電擊的狀況 才不可以直接接觸被電池 應該先了解自己是不是有危險 以防止自己會被傷害 持久者應該要遇上速度出頭 請給予定 再用勃責棍 其他不到電的物品來殺到電源 人家要將電源開關關掉 以保障安全 先想到明江綺市蔡鳳報告 請監管 與無分流 下一個故事 江綺市無數系統第一期第一票 原來提高 穿過關掉 這次真的不做不知道 可以有這麼大的改變 外換池是可以從家裡 把它排除之後 真的什麼味道都沒有了 嘉義市的城市願景就是要全民共享 世代宜居 和世界各大城市所追求的SDGs 永續發展目標的精神是一樣的 我們來繼續努力 為加義市的未來 認真建設 其中污水改善 是我們重要的一環 我們要做一個美化的價值 現在是污水下水道第一期工程 實施騎程到113年 總共的經費有達43.8億 我們主要的實施區域 是以鐵路以西的區域 我們分為9個標案來執行 目前第一標已經在11月底 順利來完工 後面的2345標也施工中 所以嘉義市政府 在污水下水道工程部分 非常努力積極的來推動 加義市保隆地 稿油長照 還是生活環境 市府團隊都用心的規劃 執行建設 讓環境永續 留給下一代美麗的家園 讓嘉義市超越嘉義市